詞・作曲 曾孟宇 還在期待 或許又那麼一天 不见你之间 你会突然出现 如果再见 还会不会停留 心底的那种感觉 还会不会改变 小心点啊 叫妈妈 妈妈 回来了 快去吃烧准备吃饭 来 妈 谢谢你了 还麻烦你去接彤彤 有什么麻烦呢 这要不是启和天天 能带彤彤回来 我早一溜跑着去接她了 启和今天怎么回事啊 我到了幼儿园才知道 她今天请假了 等她回来 她自己会告诉你的吧 放下都做好了 准备吃饭吧 走 好 这么丰盛啊 吃吧 我们不等取和啊 取和今天晚上 可能会晚点回来 来 去碗红烧肉 那行 那就不等她 咱们吃咱们的 嗯 你这个红烧肉的做法 跟我不太一样啊 嗯 这是我们老家的做法 你尝尝 跟你做的 肯定就会有点不太一样 好 妈 这段时间 感谢你对我和彤彤的照顾 谢谢你啊 我 我在这儿这么长时间 也没好好给你做顿饭 我心里其实挺内疚的 哎呦 今天是怎么了 怎么说起这种话来了 妈妈 我喜欢手了 宝贝 快 快坐 问问奶奶爱吃什么菜 你给奶奶加菜 好嘞 直接给奶奶加红烧肉了 好嘞 真是个孝顺的好孩子 都学会给奶奶加菜了 来 你也吃 多吃菜 快快地长身体 谢谢奶奶 谢谢奶奶 你说彤彤这孩子 我还真是喜欢 小夏 我呢 不是封建迷信啊 但是我就觉得吧 你跟曲合还是得有一个自己的孩子 这不管男孩女孩我都喜欢 毕竟是自己的 是吧 好好吃 吃吧 一会儿吃完饭 有点事我想跟你说 好啊 你先吃 吃饭 来 你多吃点 闲火了我这儿有 一 二 一 诚哥 没有这样子 哪有逼着搬家的 你说我那房子住的不再两月 行李有的都没打开呢 那不更好吗 搬家方便了 省得你收拾呀 诚哥 咱商量商量 实在不行这么着 你第一月房租我出 那不是房租的事 那房子我好不容易找着了 再说就这两天 你让我上哪儿住房子去 哥们儿 大老爷们儿住哪儿不住啊 在酒吧凑合两天就会死啊你 谁让你帮我们小区呢 合着该着 就帮钟哥租的 哥们儿 这大妈我忙成城了 亏待不了你 你新搬家所有钱我出城了 再不借你前三月房租我掏 磨磨叽叽的怎么着你 好好算算亏待不了你 你都这么说了 我能说不行吗 好想 就知道你够意思 别说人家咋吧 他来干吗 抢房子呗 简直就是红胡子 抢房子 你说什么 下白鹿 你再给我说一遍 之前你说怀孕是假的 现在连结婚也是假的 是吗 是吗 别叫我妈 我不是你妈 太过分了你 夏白鹿你太过分了你 你还有什么事是真的 还有什么事是真的 对不起 太过分了你 你会说我都不认为她 你不认为她的事是真正的 我说她不认为她是真正的 你还不认为她不认为她的事 我说不认为她的事 你不认为她是真正的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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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门口就听见你们大声地抄抄了 发生什么事了 我把咱俩的事 告诉你妈了 什么 你怎么跟我商量一下呀 不能再拖了 脆丫的肚子也会一天天变大 还要拖到什么时候呀 房子我已经找到了 我跟彤彤会尽快搬出去的 你一定要这样吗 我知道崔瑶的事情让你很难受 可我何尝不是这样 我今天在他们家楼下 站了三个多小时 可我就是没勇气上去 虽然我们是假结婚 但我心里很清楚 我爱的人是你 可崔瑶肚子里的孩子又是我的 我又不能当做不知道 所以我不能让那个孩子生下来 就没有爸爸 我真的不是生气 也不是吃醋 就因为 我了解你现在的处境 所以我就先搬出去吧 你先别急着做决定 我现在脑子特别乱 但我知道这件事情 一定有办法去解决 你再给我点时间 好吗 所以 这个时候我们才一定要分开 可以有多一点时间想一想 我们之后到底该怎么办 对吗 我先回房间了 去看看你妈吧 问我跟她说声对不起 我是这个时候 去看你 你 你 是这种手 是这种手 你 有些人 是那种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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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贺 咱们好好地啊 好 好 谢谢大家啊 经过多棒努力 咱们南城物流行业学会 今天就算正式挂牌成立了 好 协会 协会 顾名思义 就需要得到大家的互相协助 今天我在这里宣布 凡是咱们协会的会员 每天运不完的货 发不到的货 都可以用我的车 我就希望大家 能够积极地参与进来 咱们一起把咱们的协会 建造成一个更完善 更高效 更加团结的集体 好 好 陆总 他们这是拉帮结派 想在这儿一手折天哪 他倒想呢 可能吗 我还真就不信他了 不过陆总啊 要是这么一来的话 来咱这儿停车的人不就多了 咱停车费不就涨上去了吗 我说你缺心眼啊 那几个停车费能跟干物流比吗 他这是明摆着 不让咱们干物流 再这儿说了 他现在能拉着一帮人跟他干 给咱们停车场找事儿 不至于吧 陆总 这么多年也没见到 跟咱们抢停车场的生意啊 那时候他是一个人 现在他是一帮人 成立个破协会 得想招啊 把他给拆散喽 黄培律小最华 你怎么不把姥姥长山传人身上 高领衫配喇叭裤 你以为在上面收几颗洞 就变时尚了吗 测更离谱 法兰绒长裙 你是古装美趣看多的是吧 我花那么多钱请你们来 这是搞笑是吧 设计是需要创意的 你们懂吗 我花了 我菜已经买好了 我可是收了定金 明天下午三点 必须得画出样稿 他出来这边干吗 快去干活啊 去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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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白鲁 你在干吗呢 我正帮你看房子呢 知道了 谢谢啊 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 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 你相信我的情意并不加 只有你才是我梦想 只有你才是我牵管 红忠 赶紧过来吃饭吧 对不起 我在办公室很忙 讨厌 我就要看见你了 赶紧过来吃饭吧 看得见我啊 红忠 快过来吃饭啊 爸爸爸爸 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红忠真怪 要干吗 爸爸爸爸 我要看电视 好嘞 这小的搬家搬得挺干净啊 对 只要放一个 六十寸的电视 只要放一个大沙发 那儿放一个立直 旁边放一个台灯 我弄上厕所就不害怕了 爸爸爸爸 有他这个台灯以外 我上厕所就不害怕了 爸爸帅不帅 爸爸爸爸爸爸 你好帅好帅 谁叫你八宝 钟哥声音听不耍啊 今儿下午有空吗 问一下公司里边那个 里辆车方便啊 跟我去趟家具城 听出我高兴了 听出我高兴赶紧的 夏白璐啊 夏白璐 这房子多棒啊 太棒了 这是我们自己的家呀 夏白璐 友谊 我以后遭到你了 一天 你看看 那我只能是在家庭上 我已经有幸福了 我都有给你 bang 什么东西啊 妈 妈 我给你做了一碗面 你尝尝好不好吃 你吃完了 想怎么骂我都行 妈 妈 你要是再不开门 我会进去了啊 要我说啊 你也别太着急 孩子大了有他们自己的想法 是吧 不能事事处处都听我们的呀 你逗我我也这么说 现在的孩子跟咱们那时候不一样了 咱们那个时候 要有谁家孩子不听话传出去了 那就是不孝之子 当初咱俩倒是听家里的了 那结果如何呢 是 孩子是你十月怀胎生出来 这没错 可是不能因为这个 你都什么事都管着他吧 他现在已经长大成人了 各自有各自的活法 如果你要 事事处处都管着他呀 那两家谁都生活不好 我就是生气 他俩合着伙骗我 你说曲合 从小啊 他是脾气宁点 但他很少骗我 他现在居然和着一个外人 这么骗我 你说 我反复琢磨呀 是我哪儿做错了 我把这么好的一个孩子 逼着跟着别人一起骗我 这么大一个事 跟我撒这么大一个迷电大祸 那你还等什么呀 赶紧找时间跟孩子好好聊聊啊 这不是想不出来怎么聊吗 才躲出来的吗 这可不像你了 你还记着咱们厂那时候 给你起的什么外号吗 叫安辣子 你怕过谁呀 说一不二的 哪儿有啊 当然有了 孩子是你亲生的 母子连心 有什么不能说的 你能躲他一辈子吗 你说得对 怎么了这是 没事 有点不舒服 那赶紧咱回去吧 那么冷 别说着 老赵 老赵 警察同志 老赵 瑶瑶 你在干嘛呢 妈 您看我这肚子和大腿 是不是胖了呀 这才哪儿到哪儿啊 再过几个礼拜 你这肚子就更明显了 而且 这腿啊 腰啊 还有脸 都得胖一点 不过还好了 你本来就挺瘦的 你说 这怀孕还挺辛苦的啊 那当然 你说怪不得现在 好多女的生了孩子 都得抑郁症了 是啊 人家都说 一孕傻三年 一生丑五仔 这女人啊 只要当了妈 真的跟以前 完全不一样了 妈 谢谢你剩下我 辛苦了啊 妈妈不辛苦 但是 妈也不想让你辛苦 瑶瑶 你跟曲和 真的没可能啊 妈 你怎么又说这个呀 你不知道 一个女人带着孩子 有多么的不容易 行 咱就说 不跟曲和 那那个卢学亮 我觉得她对你也挺不错 妈 你看看 我一说 你就急 好啊 你现在也大了 我也管不了你了 不说了 但是有一点啊 只要妈妈还活着 妈就不想让你受苦 妈 你跟我爸都还年轻呢 你干吗说这个呀 看你 这马上要当妈的人了 还撒娇呢 好了 好了 快趁热把汤喝了吧 听话 是 快喝了吧 好 喂 瑶瑶 我们聊聊吧 我在你家楼下 我 那你就到我们家附近 那咖啡厅等我吧 嗯 好 大夫 大夫 他怎么样了 癌细胞扩散得厉害 这种昏迷还只是刚刚开始 癌细胞 他的一线癌已经第三期了 你不知道 病人刚刚清醒 你可以进去看看他 但不能让他说太多话 他需要休息 不离开 不离开 老赵 好点没啊 没啊 你看你这点事 比我还难看啊 你 你还有心思开玩笑呢 怎么了 大夫都跟你说了 你说你这么大的事 你怎么不跟我说呀 老头了 身体难免有点毛病 是不可说的 这是毛病吗 这是大事 我已经很满足了 能够在生命的最后时刻 再次遇见你 真的很高兴 算是老天爷还可怜我 灵灵 圆了我一个梦吗 不爱听啊 什么灵灵灵灵的 别瞎说 年轻的时候是我不好 没有勇气和你在一起 很想这次我们再见 能够再次好好的生活在一起 可是 你看我这个病啊 真的不想再拖累你了 不行 算了 以后你别来个好吗 赵树海 你什么意思啊 你说在一起就在一起 你说算了就算了呀 你把我放哪儿放吧你 给我好好吃 听见没有 不许放心 众所回想的 你再一次 做范树 知道是不是 那你不用做но 再咋約肯定的 剃铛 不anut入口 所以諫 你想聆 你也没有错怪我 卢雪亮之所以这么做 也都是因为我 所以你也不需要跟我道歉 我说对不起 不是因为这件事情 是我不应该怀疑你 怀疑我们的孩子 真的对不起 也不怪你 毕竟我们分开那么久嘛 其实我也是回美国 才知道我怀孕的 那你为什么 不早点告诉我 跟你说有什么用啊 我们都离婚了 离婚又怎么样 离婚了我也是孩子的爸爸呀 我不跟你说 我就怕你像现在这样 我不想让你觉得 你像欠了我的 我也不想拿孩子来拴住你 我还没那么可怜吧 但是你现在 已经让我变成一个 不负责任的男人 和一个不称职的爸爸 你知道吗 我承认 一开始是我自私 我跟你道歉 但是娶和 这个孩子是一个意外 我刚知道的时候 也是手足无措的 所以你回国 是因为孩子 她们怎么可能 让一个单亲妈妈 负责海外那么重要的业务 她们需要的 是一个能够全副身心 投入工作的 一个女金刚 你舍得 舍不得 但我更舍不得自己的孩子 我早知道会是这样一个结果 当初 如果当初你知道我怀了愿 结果是会不一样吗 算了 你什么也别说了 也许现在 我还不能答应你什么 也许之后 之后我们的结果 也不会有所改变 但是你放心 我一定会对你和孩子负责的 负责 你怎么负责 算了吧 居豪 你别勉强自己了 我跟我的孩子 都不需要你负责 更不需要你的怜悯 不过也请你放心 我们两个虽然离了婚 但这孩子身上 毕竟还留着你的血 只要你愿意 我不会让他不认你 至于其他的 我们两个人心里都有数 我们回不到过去了 翠瑶 什么都不需要再说了 你今天找我来 不就是想要一个答案吗 我觉得现在这样 是对咱们俩最好的方式 也许也是对孩子最好的方式 如果我们给你恢复 我去选择 我们当这个人 很可爱 我 咱们俩人 我 都不悔 你 咱们俩人 今天 你刚刚说 这家具 电器 这屋子里所有的东西 都能一块儿租给我 是吗 当然 完全符合你的想象吧 这采光和视线都很好啊 当然 这房子得多少钱一个月 在 我不敢猜 不行 我觉得这房子肯定太贵了 我租不起 两千一个月 一月一交还交不起啊 两千一个月 真的假的 不信吧 我也不信 可这就事实 这房子是我哥们租的 租好几年了 房东出国了 房租一直就没涨 前两天我听说他也要出国 我立马就把这个房子给扣下来了 这小区 这地段 这装修 绝对超值吧 黄忠 你别骗我了 怎么可能呢 这么好的房子 怎么可能这么便宜呢 下白了你什么意思啊 是你求着我帮你找房子 我找这么好一房子 你没谢谢我就算了 你还那么多问题 我跟你说你别老那么自我感觉良好 我这次不看你面子 我看彤彤面子 要没彤彤我还不给你找房子 行了 你别生我的气了 我就是觉得 这房子好是好 我也喜欢 但是有一个问题 我觉得这儿离娶和家有点近 这我还真没办法 咱不时间紧任务急嘛 我只能找到这儿了 我觉得这小区挺好的呀 离彤彤幼儿园也近 你上班也不远 我知道你能吃苦 你不能让孩子跟着你吃苦 我实话跟你说 我怕我哥们反悔 定金都交了 洪忠 你怎么又自作主张呀 我都还没想好呢 那怎么着 我把这房子住不住 我 不说话就默认了啊 我赶紧找我哥们 签合同去了 夏白龙 我时不时挽你这儿蹭饭 不能关门啊 我 你够我的意思了吧 妈 你去哪儿了 嗯 急死我了 急 急什么呀 我在家里待着闷 随便出去走走 怎么了这是 妈 对不起 行了 该说的夏白龙 都已经跟我说过了 不怪你 是妈妈不好 妈妈不应该 逼着你说这些谎话 都是我的错 妈 你没事吧 没事 不是 您要是生气 你打我骂我都行 你别憋在心里行不行 我说的不是气话 你说你来北京这儿 十几年了 学习 工作 恋爱 结婚 你都已经长大了 可是我呢 一直还把你当 没长大的孩子 什么都想插一脚 你们年轻人那些事 我哪儿懂啊 妈 你别说了 是我的错 都是我的错 我太自私了 我做事只考虑我的感受 没有考虑你的感受 对不起 我说的真不是气话 我说的都是大实话 你想啊 把所有的精力 都拿来照顾你 照顾你爸 我现在也想明白了 我对你太多的牵挂 其实给了你很大的压力 你说你有压力不开心 你不开心我也不愉快 是不是 我这两天想明白一件事 我觉得呢 你有你的生活 我也应该有我自己的生活 妈 你这话什么意思 你别告诉我你要回老家 说什么我也不会让你回去的 我要回也不能现在走啊 崔瑶那儿怀着孕的 我怎么也得等她孩子生下来了再说呀 不过 就是以后妈妈这心里 就不止你一个人了 妈 妈妈 行了 你也别瞎猜 我直说了吧 就是那个赵叔叔 上次你见过的那个 我跟你赵叔叔呢 错过的时间太长了 可是没想到又让我们遇见了 所以我觉得这是缘分 和和 你不会反对吧 我替你高兴还来不及呢 妈 说实话 爸走了这么多年了 其实我一直都想让你再找一个 但又怕你多心 你能这样想 我真是为您高兴 妈妈最后再啰嗦一次 行吗 就是夏白洛和崔瑶 这事你可都得想好了 必须处理好 要不然对双方都是伤害 儿子 这伤害最深的是你 知道吗 我明白 你怎么对事 我也不想是把这 因为让我去 那就把这些不认为 要是把这些不认为 sibling的房间 就是把某个房间 结婚了 看来就把这些不认为 你这样子了 不对啊 诚哥 我那个房租是六千 这怎么才两千 知道 四千块钱单独补你 这不好吧 有什么不好的 还怕我红忠欠你钱啊 赶紧欠 欠什么呢 红忠 你愿意吃亏 那是你的事 你别坑我的人行吗 没坑你的人 这事儿能不管吗 他现在在我这儿工作 就是我的人 我怎么能不管呢 诚心是吗 孙一佩 你那么愿意乐意助人 有本事让他助你们家钱 你占着我们的便宜 送你的人情 你怎么想的呀你 孙一佩 我知道你会不会好 咱别闹成不成 这样闹没必要 签 不能签 签 不能签 有本事 你给他买房子住啊 有本事你拿着资源 跟他求婚啊 有本事你让他儿子 跟着你姓洪啊 你不就是这么想的吗 这破包子我不要了 我告诉你啊 绝对不能签 听到了吗 赶紧给我签 不能签 签 我说话你听不懂是不是 我说话你听不懂吗你 签 四千块钱少不了你的哥们 你听不懂 收拾得差不多了吧 本来就没什么东西啊 明天我送你吧 不用了 怎么 你怕我知道你搬到哪儿去住了 放心吧 我不会缠着你们 其实我住的地方 离这儿很近 还是在这个小区 没准之后 随时都会碰见 那你干嘛要搬出去呢 咱们不是已经说好了吗 咱们不是已经说好了吗 我见过崔瑶 孩子我会负责 可我和她是真的不可能的 别这么说 一个女人自己带着孩子 是什么感觉啊 我心里比谁都清楚 最要她再坚强 她也还是个女人 所以负责这样的话 不要随便说 因为 她不像你说得这么简单 你就专门为别人考虑吧 那你有考虑过我们两人的 感受和感情吗 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本来就会有很多的不得已 我们也不能只为自己活着吧 再说了 这个世界上 不称职的爸爸 又喝我之后一个就够了 我希望 你是一个好爸爸 真好看 彤彤 一会儿要听妈妈的话啊 妈 阿姨 你别说 虽然在这儿待得时间短 你说要走了我 我还真有点舍不得 彤彤 奶奶这么疼你 亲亲奶奶吧 亲亲亲亲 真好 那一会儿 我们就先走了 小夏 你说事情怎么会弄成这样 以前呢 老盼着崔瑶 给我生个大胖孙子 现在 崔瑶真的能跟我 生个大胖孙子了 可是我的这个孙子 要跟你走了 彤彤 奶奶还给你摆了玩具呢 走 回奶奶屋给你拿 再跟她待一会儿吧 你要想彤彤 我随时都可以 带她回来的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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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ジャン 因为相信爱 所以还在等待 因为有你在 所以还相信 因为看到路所以不怕分开 就算再失败重来